有碰撞 它才會有火花 成長 是會痛的 痛 才是成長的開始 我是 冒生的 切二代接班人 那其實 在以往 常常會遇到說 你如果是做設計 不外乎其實要質感 就是要靠印刷去支撐 那常常你遇到的就是說 會設計的人 其實他跟 食物上的結合是 他沒有辦法實現的 設計很美 但是他沒辦法做 那會製造的人 他又 不懂得設計 所以 這兩個衝突 其實是 在業界上面很常遇到 那冒生它的 本色優勢的呢 就是 我們能夠去 把這個設計 跟我們的製造 去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兩個 我們有辦法設計 再來 我們是從印刷 到製造 到交貨 都是我們自己灌的一種 大致上就這樣 其實 常常聽人家講 自己的孩子 要靠別人教 我不要只做基礎工作 我既然要接了 我就必須要一套 其實我花了三年時間 在外學習 就是想把 我在外再看到的東西 希望能夠帶回來公司 第一年一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說 我要把新的觀念導入 會非常非常的困難 包含不只是 爸爸媽媽 包含現場師 其實 我們在溝通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難點 我回來的第一年 我覺得這樣子的狀態也不行 然後我花了很多時間 跟爸爸溝通說 我想要倒ERP 我知道ERP很難做 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可以做起來 他必須全公司轉動 在那段期間呢 跟爸爸媽媽其實 因為大家都很累 所以大家一直不斷的在吵架 甚至吵到後面 我自己也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回來搗亂 甚至我們吵到後面是 我也跟爸爸說 你整個別叫我回來好了 你叫我回來要做什麼 真的是吵到沒有開玩笑 真的是差一點斷絕分析 就是覺得說 你要我學 可是我學回來 你卻不要 我感覺我一個人回來 我在跟整間公司做對抗 我就是一個人 在做這些所有的對抗 我花了三年時間 學了這麼多幹嘛 其實這一年來 其實你知道 你清楚你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這個路上 其實很孤單 那爸媽媽雖然很支持 就是其實大家其實都有做東西 不管是父母啦 師父啦 業界朋友啦 那在第二年的尾牙的時候 因為我回來 以前沒有在辦尾牙啦 那一年的時候 爸爸第二年其實有請了很多 他的朋友一起來 包含我的寫意草莎 可是他拿起麥克風的最後一句話 我們其他都不用管 最後一句話他說 我們冠年真的是不錯 其實很欣慰 真的是 現在很強強烈 所以你會覺得說這段時間 努力很值得 有碰撞 才會有火花 成長是會痛的 痛 才是成長的開始 你的所有付出都是一定都會有成本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成功 可是當你把最壞的情況都想好了 如果你可以接受 那剩下發生的都是好的 那這些話其實一直記在我心裡 我只要告訴我自己 我已經能夠想到最壞的狀況都是這樣子 那有什麼好不做的 你就放手下去做吧 謝謝